六段烹制给了莫莉的抚养费 在我还没有找到下份工作之前 我的其他费用都得靠你了 水费、电费、煤气费 莫莉的钢琴费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 六百、三百、四百 只是两百 还有房姑呢 她以为她是谁呀 适应不了我那屁去让她滚蛋旦吗 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缺钱呀 你就把我给炒了 谁家没点事啊 有没有点人情味啊 喂 不是,你再找一个人不就完了吗 那这还要我骄吗 把火车 你赶紧找人啊 打开大姐 你给我站住 打开大姐 我赶快点来 干火车 我赶紧没 你给我站住啊 你 你给我站住 就是你 你撞了我 你把我钱撞到江里去了 你赔了钱 两百 大姐 你没事吧 是那个人撞着我 我在撞着你 你跟我要钱 我不管谁撞着你 现在是你撞了我 你把我的钱撞到江里去了 你就得赔钱 你看什么看 你看 还在那江里飘着呢 你赔 给钱 我明白了 碰瓷了吧 刚才那个人是你的同伙吗 海野 还装无辜 你一个人拿着假币站在江边 跟那个人合伙骗钱 专找我这种心慈面善 长得斯文有钱的人下手 他撞了我 我再装你 你把钱那么往江里一撒 他跑了以后 你跑到我面前装可怜 再让我赔真钱 是不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那那么宽的路 他为什么不跑 妹妹非得撞我呢 我怎么知道啊 这样都能赚钱了 你 戏太差了 大姐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把你手里的假钱 全往江里撒 那我弟弟 赔你多少挣钱呢 你别在这耍无赖啊 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吧 我好欺负吗 我没耐心陪你玩了 你再拿点假钱 在我面前晃下 我拉你去派出所 你最好现在就拉我去派出所 你当着警察的面看看 这是假钱吗 这是假钱吗 你别玩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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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你回来 你回来 你给我回家 我回家了 你别跑 你给我回来 你不是要去拿个混蛋啊 你赔我钱啊 妈 喂 你好 是你要给我当保姆吗 是我 我是偷了一份简历 一个小时后上班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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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身份证 学历证 带着呢 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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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 我是刚才那个 应聘保姆的 您还没给我你们家地址呢 喂 喂 可不可谱 一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就这么到手了 下 title 是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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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门没锁 等什么呢 快进来 你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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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江天兰 是您打电话 找保姆吗 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 煮饭洗衣打扫房间 这个屋子里的活你都要干 这些活都没问题 可是我每天下午要去接我女儿 我能早上来吗 我早上一早来 把这些活我都能给你干了 上午我要上班了 您这身体您还上班啊 我身残之不残 那每个月的月薪是一万吧 当然是 你能不能拿得到 就看你的本事了 在我家里 要月发市场 入入单单 不许迟到 你今天 迟到三分钟 从下次开始算 每迟到一分钟 罚款一百 入入单单单 来我这里 不许去打联合电话 那我有重要电话呢 在我家 不要质疑我的话 在这里你就是空气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懂了 老板 不要叫我老板 叫我 冬家 冬家 来 试一遍 冬家 山台笑 再来一遍 来 笑 冬家 把你的学位证 还有身份证拿来 你熟 熟 坚决性的 三十五岁 没看出来啊 还外语专业呢 现在这个学位证太不值钱了吧 我读书的时候全班第三 跟那些丈人家里有钱混毕业证的不一样 所以 你只能在我这种有钱人家里当保姆 明天开始上班 不是今天啊 当然不是 我今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除非你能在十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屋里里里外外全部给我打扫关系 要不然的话只有从明天开始上班 看什么看 听明白了吗 坐轮女装教育 有病呗 大男人服务 变态 变态 冤家陆寨 当然 你看 冤家陆 尽м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回来了 找着钱搁这儿了 小票你看不看 电话 电话 有没有人 喂 是交通了吗 是啊 是 是 是 你应该结婚 谁厉害 东大小姐 你要干什么 上午十一点 我感到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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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看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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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快 不要 lion 龙浩 龙浩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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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死我了 你疼死我了 我给你玩了你疼啊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我都给你开的玩笑 你这些傻黑手吗 疼死我你 我再都给你玩了 你赶我钱 两百块 我去眼看你开车做人呢 怎么是你啊 怎么就不能是我 怎么就是你啊 是我怎么了 你一直在耍我 从我来当保姆的第一天 你就认出我了 然后你就一直耍我 对不对 是你先耍我的 我耍你什么了 你给你投稿钱 骗我钱呢 我骗你钱 你就是个混蛋 变态 我就是混蛋 我就是变态 我一个月给你当个钱 你让我看我玩 怎么办 谁跟你玩啊 有钱了不起啊 把人当我很好玩嘛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不行 你让开 我不让 我说滚开 你站住 你回来 亲爱的家长 什么呀这是 昨天妈就告诉你了 这是我们学校暑假 主持的夏令营 跟去年一样 也是每个人五千块钱 出去玩一趟 大约十天左右 要参加考察 游学 体验农家乐 接触大自然 为何 妈妈 你怎么了 没有 我就 我就觉得这 怎么比去年的夏令营 又多了一千块钱呢 没关系 我也不是特别想去的 我们老师也说了 今年的夏令营 跟去年 前年的都一样 不就是去玩吗 但是玩的地方不一样 我不去也行的 我还想 以为这段时间 好好补一步我的英语呢 没问题 去 妈妈知道茉莉想去 每年我们都跟 马晓杨她们 一起去夏令营的 为什么今年不去呀 茉莉大胆地去报名 钱妈妈给你准备好 老师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要交费啊 出发前一星期 随时都可以交 那就更没问题了 到那个时候 妈妈应该早就发工资了 对吧 那 去报名 记住了 钱妈妈有 真的 谢谢妈妈 走 面子不能到饭吃 面子也不会让茉莉快乐 为了茉莉的夏令营 我再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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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忍不了啊 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你怎么就这么笨啊 你怎么害我呀 干吗呢 在我家门口呢 昨儿受气了 就是想对我打击报告是吗 准备得很充分 连工具都带上了 大姐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这是高档住宅区里 我剩下头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实数啊 我韩向东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今天肯定得逮 有话说话 有屁快放 没事滚蛋 你干吗 找这儿来 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 特别特别的傻 你要是没做好 被我折磨得准备 就赶紧滚蛋啊 别在这儿挨挨 来 江天蓝 谁让你现在的 杜丹 我干活去了 别让你干活的呀 江天蓝 行了别干活了 有话跟你说 你说你的话我干活了 我听得见 你是要接着上班是吧 我发现你这个人 想钱想风了吧 你知不知道已经被辞退了 赶紧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们有口头劳政协议的 你要抄我鱿鱼 最少赔我钱 赔一个月 我给你钱 但是你要让我今儿在这儿干活 我也可以不用你赔钱的 什么人哪 我赔你钱 太有意思了 我赔你钱 你还讲不讲理了 我赔钱 我告诉你 你看看我后脑勺 你摸摸我的后脑勺啊 种这么大一块 种这么大一块 人家炉内出血 你迷迷迷迷 我不找人把你抓起来 我就不错了 还赔你钱 所以你先耍我的 咱俩就算扯平了 行吗 扯平 凭什么扯平了 这是我家 我说了算 你赔你走 我不走 我又没错 你不相信我治不了你 不要 唉 这大伙好久没摸了 你真不走 好 好 口头劳动结议再加一条 以后只能我辞退你 你没有辞职的权利 你要是赖不走 我就当你答应了 是不是答应了呀 说 答应了 答应就答应了 你 你是个什么刀啊你 行 行 那 就这样吧 我告诉你 在哥们这儿干活 没那么容易 干活 那个我 饿了 赶紧做饭 你要是把我饿死了 你一分钱拿不到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自己回家行吗 回家 你在爸爸家不是好好的吗 我才不要再在这儿 我要回家 那怎么行 你要自己回家 会被奶奶发现的 好吗 宝贝儿 乖 你跟妈妈一下班 妈妈就去接你好不好 妈 你别上班了 回来接我吧 妈妈不上班怎么挣钱呀 不挣钱 玻璃怎么去夏令营呀 对不对 宝贝儿 乖 再忍一忍 那妈妈一下班 马上就去接你 好不好 快 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再见 打完了 打完了 停 上班时间不让打电话 你不知道 女 女门电话 女肚子 八岁 八岁啊 那你觉得 把你女儿放在家里 你再上班 这样合适吗 家里您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做饭 赶紧走人吧 什么啊 耳朵塞驴毛了 我让你赶紧走人 还有 以后 你不安排好你女儿 不要来我这儿上班 这都抽人疯了 站住 过来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跟我说 要预付工资吗 你不是说不能预付吗 拿了钱赶紧走人 一万块钱 就这么甩出来 有钱就是好的 我们要进去 除了我妈就是你 咱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亲着 给我打电话呀 我没事才懒得找你呢 行行 那说事 不是就是那五千块钱的事吗 你别跟我提那五千块钱 大哥没指望你 茉莉怎么了 茉莉怎么怎么 茉莉挺好的怎么了 她给我打电话说她想回家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怎么带孩子的 我怎么带了 我走的时候她也好好的呀 怎么了 你走的时候 刘俩峰你在哪儿呢 你没在家陪茉莉啊 我什么是陪茉 你管我在哪儿呢 我才懒得管你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我去接她去 你不能去啊 我妈在家陪着她呢 你妈在家 阎王爷在你们家都得去 今天呢 你 喂 你妈在哪儿呢 我电话一下啊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东西啊 这么贵的手机你往水里放 放进去 放你钱买的啊 放进去 放你钱买的啊 放进去 我要水钱买的 也不能这么糟的东西啊 太有钱了这是 好 適合 君 millimeters 你这个人 好 爸爸 別圆养 ỉ 您是 你管哪 谁让你来啊 向东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你 向东 你别生气 我知道这个月我又晚了 我前几天一直在国外 你知道国外转账是很慢的 我又知道你喜欢用现金 所以我一回来 就把钱都带来了 看什么看 干活去 我今天来啊 第一是来给你送钱的 第二呢 我就在想 我们两个人 能不能好好说好话呀 你身杀冲击吧 离我远点 你选择 回来 向东 你最近工作是不是特别地累啊 要注意身体 别一天到晚地玩这些东西啊 当心眼睛 天气也热了 要多吃点水果和蔬菜 对了 我在郊区有个菜场 你想吃什么 让他们送来好了 啊 什么关系 这人是 东东 刚刚那个女人 她是谁呀 跟你是什么关系呀 出去 我不问了 不问了 你有完没完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就因为每个月 给我这些抽钱吗 不是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愿给的话 你可以不给 我不稀罕 我愿意给的 我心甘情愿 你要多少 我多愿意给的 钱你送到了 你走 东东 出去 东东 我今天来 是小脸 你非让我动手 推你出去是吗 好好好 我走 我走好了 你不要再生气了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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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小白脸了 他是谁 二十比七 二十八 二十八 怎么呀 这个没考虑 我真是 我也知道 他们知道 他知道 你怎么在这儿 我又死了 莫莉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刘莫莉 你认识这个人吗 你就跟他一块玩 他说他是你的老板 可是他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生活不能自理啊 有些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莫莉 我们继续 好的 谢谢 头疼还没好 谁让你玩游戏的 都是我的呀 你叫他什么 真难听 以后就叫 向东哥哥 以后你怎么占人便宜呢 还哥哥呢 那我叫你什么呀 这个便宜我还真不稀罕站 上床 吃饭了 莫莉 莫莉 好好吃饭 等你出院了 来东老大家里玩好不好 真的好玩 必须一定 当然了 拿着 什么呀 钥匙 这不是不给陌生人钥匙吗 这是给莫莉的 莫莉随时可以来我家玩 我要是知道莫莉想来 你却不让来的话 向东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 别说你不会 你绝对干得出来 不是 我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有病啊 我说话了吗 你心里有抱怨 我看得出来 赶紧干活 那边有脏衣服 洗了去啊 沙医生 我今天有什么好心的 亂人说医疗资源紧张 你们家就一把钥医疗资源紧张 我给你开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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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蓄杯水吧 不用了 谢谢 搁这儿吧 帮你坐吧 坐吧 你坐到沙发上去吧 都一样 你在这儿做保姆多久了 一个多月 这么久了 在你之前 他已经有过不下二十个保姆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 能坚持到一个星期的 我比别人缺钱呗 要不这样呢 主 谁伺候得了啊 不好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 没事的 我明白 向东这个人吧 本性还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相处 还是希望你以后 多多照顾他 多担待点啊 您别那么客气 快 学校小杰哥 呼呼大一 快 学校小杰哥 呼呼大一 呼呼 老这样啊 向东 你怎么了 我 我 闭嘴 我大老远 胡雀 你干吗呀 你等半天了 滚 你 我闭嘴 你还想动我 你能好好说话呀 江天大 你要搞清楚啊 这是我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我还就管了 人家供你吃供你喝 供你住这么大的房子 还换那么多钱 跟你买这个破玩具 就算你们没有真感情 你能不能有点直接道德 你看你现在这样 你就就就就 又臭流氓啊你 你说谁呢 没呢你 我就说你 陆伯 你别说话 我帮你教育他 江天大 你给我听清楚吧 我吃着用着穿着住着 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专专的 你别不要脸了你 你不就是个医生吗 医生怎么了 就算你是个专家 我就是专家 就算你是个教授 你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 开得起这么好的车吗 要不是人家养着你 你能一个月花一万块钱 倾我这样的帮忙来伺候你吗 你管得着吗 这人哪会小叫 我愿意 我看不惯 他都没说话 你说什么话 我妈老师给他面子 你少多个闲事啊 他不要你这面子 你管得着吗你 别拿手指望 我指你怎么了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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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 别吵了 小冬 你别吵了 慢慢这就走啊 这就走 别走什么呀 要走看走 妈 她是你妈呀 她不为 你赔吗 你赔吗 我不赔 冬冬 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所以今天来 我 我特意 把这个礼物 提前给你带来了 冬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 我们能陪妈吃个饭吗 滚 滚 我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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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啊 就在学校 我马上等着 东老大开车去接你 乖 拜拜 你倒什么乱呀 你倒什么乱呀 既然你不让莫莉回家 我把她接过来 有什么不好 我可是当着你面 打的电话啊 不算拐蛋 不算拐蛋 一下把我带莫莉回家 不在你那儿吃晚饭 那我就带莫莉吃完饭再回来 弄自瓦特了吧 好 叫那个 那个 莫莉等着 小熊 说你呢 从今天开始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 都归我的莫莉老大馆 你们要乖乖地听话 听后茉莉倒达的指示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走 来 去 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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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莫连 来了 来了 妈妈 你看 哥老大跟我的新衣服 好看吗 他呀 太低行 你买钱的那只还要大呢 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我买的 你放心 我不扣你钱 我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你买这些干什么呀 我不愿意 莫连 把衣服给我换下来 换不了了 衣服呢 我扔了 莫连 去洗个手 车放那儿 自己去 对 你凭什么把衣服扔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有新的为什么还要旧的 那是莫连的校服啊 行了 看你把你挤的 不就是校服嘛 在这儿呢 裙子呢 还想当我跟你的合约里有这条吗 你可以随便干涉我的私事 可以随便跟我女儿买这些东西的吗 你那点破事啊 你就是给我钱 我都不会管你的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给谁买就给谁买 你管不着 我女儿吃什么穿什么 我就一定得管 算了 别的我管不了啊 莫连身上那件就算我买了 多少钱 一千二 下雨月工资扣 给女儿买东西真舍得呀 一千二说买就买了呀 韩晓东 我警告你 你离我女儿远点 她想要什么我这个当妈的给她买 你给她买 就你那钱包里别说一千二了 连两百块钱都没有吧 你自己没钱给女儿买衣服 我给莫连买怎么了 你收下不就完了吗 让莫连高兴高兴怎么了 我是没钱 我没钱给她买一千二的衣服 但就算要给她买二十块钱的衣服 她穿得高兴我也高兴 又不着你在这儿施舍 什么叫施舍 我对莫连好像是我愿意 我不愿意 你自己当妈的没本事 就不允许别人对她好了 我就不允许了 怎么了 你自己愿意吃咸菜 就非得拉着莫连跟你一起吃苦吗 这是我女儿 她也是吃苦就管不着 别把莫连放在嘴边上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是莫连重要 还是你自尊心重要 都重要 妈 你们别吵了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 我高兴了 你买你了 妈 妈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许要陌生人的东西 妈妈是说过 那你还让她给你买东西啊 可是东老大不是陌生人呀 那也不许要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人家给你东西你就要啊 那还要劳动干什么 要工作干什么 妈妈这么辛苦干活为什么 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其实今天我也不想要的 我都跟东老大说了我不要 可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我跟东老大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东老大说 她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莫连生病了 有妈妈可以照顾 可是她生病了 都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没约定 现在她对我好 等我长大挣钱了 也对她好 妈妈 你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许理艺术 还有 她又在迪熊 她那么大 她家里都没地方放了 她是 binge-fix 她都没地方放了 她也不喜欢的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爸爸也不喜欢她 她其实她不喜欢她 真是搞不懂这个女人 自己没钱给茉莉买衣服 我给茉莉买怎么了 她收下不就完了吗 真是死要面子祸受罪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茉莉一样都没拿走 现在茉莉肯定很不开心 大熊 你说我该怎么办 来 怎么扔地上呢 你先别跟我说话 先让我歇会 歇什么歇 怎么能扔地上呢 能扔哪儿啊 你二啊 厨房 没事 我一会儿就太累了 你让我吹不去 这么点儿 东西 你 累成了 这 至于吗 你自己试试 我保证练了你手脚抽筋 敬拜曲章 口鼠白目 轻笑流血翻白眼 你才翻白眼呢 东西把齐了吗 算了吧 好 明天客人几点到 我得提前做准备 什么客人 没客人 你哪这儿都听见 我说要在家里请客了 这么多菜你一个人吃啊 好 没关系 反正你有钱 你可以边吃边拉 上午九点时间把菜做好 然后出发 不许提前做 隔夜菜有害健康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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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alone準備好了 睡一下到明天早上弄就行了 记住 明天早上九点全部弄好 我记住了 那样 都十一点了 我回家了啊 你要回家 你要是现在回去的话 没几个小时你就得回来了 那怎么办 那我睡哪儿啊 你可以住我家呀 什么 在我家睡很美去你吗 如果你现在回家 明天迟到耽误时间怎么办 就算你明天不迟到 精神状态不好 做这些东西不好吃怎么办 再说了 茉莉现在在夏令营 你又不回去照顾她 你回去干什么呢 古语说得好 安居才能乐业 你连休息都休息不好 怎么能做好东西吃呢 这哪儿来那么一堆的废话啊 我 我睡你们家 我睡哪儿啊 你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你想睡沙发就睡沙发 你想睡客房就睡客房 但是今天你必须在这儿睡 不过 我一辈子就一条 我一辈子就睡了 你干吗啊 你泡我抽棺点料 还是泡我给你瞎毒啊 当然不是吧 我就觉得吧 有人一大清早 要做这么这么多的菜 反正我可以睡个饱 我就觉得 浑身的 一杯牛奶 两片面包 要脱纸的 三个荷包蛋 要留浓的 送到客厅来 明天我就买两包狗粮 给你当早餐 又说赶时间 等着也是等着 不能帮个忙 你既然拿着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帮你的忙 小心点儿 要是摔散了 我可没有时间让你重做啊 一箱红酒至于那么沉吗 你不让我手摔啊 你不让我手摔啊 上车 我干吗去啊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又不会把你给卖了 你之前也没说让我去的 那我现在说说行不行 你不说去哪儿我不去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要是不去 扣钱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同样的问题 你一遍又一遍地问 烦不烦啊 那你告诉我呀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刚才回家换衣服的时候 你就问 你现在还问 你不累我还累呢 快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不贵وا 戴上 干吗呀 问那么多干吗 下车 向东 您来了 博院长 刚才楚老师还念叨你来着 你跑哪儿去了 我拐了个弯 办了点事 向东来了 过来呀 快过来 大家我来了 快来 快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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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姑娘是谁啊 我家厨子 还愣着干吗 把东西搬下来 怎么能让女人干体力活呢 我们这么多人呢 来来 搬东西 好 来了来了 都来搬东西啊 来来来 过来过来 看看向东为我们 带什么好东西了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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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姑娘你歇着你歇着啊 向东 搬哪 还愣着干什么呀 好嘞 来来来来 大家帮忙啊 来来来 你拿这个 让我来吧 来 你拿这个 给 这个给你 好 好 来 还有 侯伦们 大家快点快点 有好东西吃 好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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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满上 来 您尝尝这个 特别好 谢谢你啊 小姑娘 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都是低糖低盐 少油健康食品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对 健康 健康食品啊 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好 来了 过来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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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 如果你能坚持到下次再来的话 记得给我们做啊 好 来了 来了 血糖这么高 还敢喝这么甜的饮料 不怕向东说你 陆老师 我给郭院长检查过了 指标一切正常 那也得少喝 您刚才上哪儿去了 去兜了个风 现在海边的环境啊 真是越来越差了 想给你挖几个牡蜜啊 一个都没挖上 您就是给我挖着了 我也做不了啊 那你赶紧找个女朋友 帮你煮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再不带女朋友来见我 你也别来了 您可舍不得 快尝尝我带来的菜吧 这么素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就想吃一口可乐鸡翅 您刚才还说郭院长呢 你血糖几个家号不知道啊 不行 陆老师啊 您别看这些菜这么素 味道非常之好 都是向东家新来的厨子做的 手艺真不错 厨子 就是她 厨子 哪有这么漂亮的厨子 向东近乎说 您好 我叫姜天兰 是韩向东家的保姆 保姆 哪有这么漂亮的保姆啊 气质还这么好 楚老师 你千万别被她骗了 她平常不是这样的 气质好什么呀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向东的小学班主任 大家都叫我楚老师 这小子啊 从小脾气就大 她老给你气瘦吧 没有 我不跟她一般解释 江谭来你 楚老师 刚才听您说你想吃可乐鸡翅 是啊 那我给您做吧 不行 楚老师有糖尿病的 不能吃那个的 我自有办法 您等等 我车 还行吧 她除了会做饭 我会感到你的 你不做了吗 我还是解释什么 我不是想认识 我不是说什么 就来说 你怎么可能 你不想就是 我来做一条 我还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东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 但是和其他的下岗工人不一样 他们看准了机会 下海经了商 没过几年 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 向东啊 在三年级的时候 他家里的条件啊 不要说是在班里 那就是在学校 也是数一数二的 家里面虽然有了钱 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却越来越少 向东以为啊 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一切 在学校那更是肆无忌惮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他真是典型的富二代 那要这样的话 那比起来他现在好多了 我们几个老师啊 当时觉得 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个样子 长大了怎么了得 可我们是老师 不能因为孩子不好就不管 那是失职 所以啊 我就逼着自己 在他身上多花时间 多花心思 可这个孩子 还真是由言不济 你对他好 他不理情 你对他不好 他也不在乎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 也算是教了十几年书的 老教师呢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学生 当时啊 我真是不想管他了 可你也没有放弃他不是吗 其实我妈也是教师 我看她教师几十年 批评过学生 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这个 而放弃谁 我认识韩向东 时间不算长 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他像今天这样 他在您面前 就像比较老师 那天我下班正准备回家 那天我下班正准备回家 听到教室里有声音 我过去一看 向东啊 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围住 他手里死死地拽着一个玩具 那几个孩子拼了命地要抢 向东的衣服也被撕破了 还流了很多鼻血 我急忙过去制止了他们 之后我想把向东送回家 可他怎么也不肯 无奈之下 我只好把他带回了我家 给他清洗了伤口 又洗了个澡换了衣服 然后留他在我家里吃了饭 我也没做什么 就随便做了个打卤面 可谁知道 这孩子吃着吃着 就掉起了眼泪 不过我再怎么样劝他 他再也不肯到我家来了 那是为什么呀 当时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虽然不肯来我家 但是从那天起 他突然变了一个人 不再欺负同学 也不再随便旷课 甚至听课的时候啊 比谁都认真 向东本来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这下反倒一跃成了全班 甚至全校第一名 我真是为他高兴啊 这么说来 他的医学执照 不是买来的 当然了 向东当年可是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医大的 你来看 你看 这个就是 那个当年高年纪的同学 要从他手上抢走的玩具 当时啊 这个玩具的头都摔掉了 我看见他被打的时候 他死也不放这个玩具 我就知道 肯定这个玩具 对他是很重要的 于是啊 我就重新把它粘好 过呢 粘好的玩具 还是有痕迹的 我索性 找了一个小的红领巾 给他配上 没想到啊 这向东喜欢得不得了 连上大学都带在身边 姑娘 你什么时候和向东 再来看我们呢 他经常来看你们吗 是啊 他每个月差不多都来一次啊 我们这个阳光之家敬老院 可是向东出钱开的哟 除了那些白痴白喝的老家伙不算 像我这个院长啊 厨子啊 保洁员啊 司机啊 都是从向东那儿领薪水的 为了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啊 每个月都能出来透透气 他还专门给我们买了大巴车呢 没想到这个男人的心里 还有这么多的善良和纯真 真是谢谢你啊小姑娘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做 好好好 再见 再见啊 天兰 我也走了 谢谢你了 不客气 您保住身体 天兰 记住我的话 向东是个好孩子 只要你对他好 他会加倍对你好的 您放心吧 我每个月领着他的工资呢 我会照顾好他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下次啊 让向东带你到养老院来看看我们 好啊 只要他还没把我炒鱿鱼 我一定来 那我等着你 郭院长 你的学生得注意了啊 不能瞎吃啊 好 那我走了 向东 我走了 初老师 保住身体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要缺什么 一定给我打电话了 好 千万别给我省钱 就像今天这样 好了好了 我走了 好 车在那边啊 你跟初老师聊什么了 没什么 你经常去看那些老人啊 对 杨光瑶老院是专门接受十毒老人的 失毒 就是因为某些原因 失去了儿女 没有了依靠 对他们来说 物质上的依靠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 精神上没有了寄托 你别看官院长平时笑嘻嘻的 我曾经看见 他一个人抱着女儿的遗像掉眼泪 还不让别人知道 那他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白雪病 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顾院长的老伴也因为伤心过度 不久就去世了 那初老师呢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军人 汶川地震的时候 他们去前线救援 遭遇了余战 房子塌了 所以你就出钱 给他们开这家养老院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才会觉得 钱还算是个好东西 对我们的风景 对我们的风景 跟rices 为什么找不到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里是 你别打断我 你要是打断我 你就自己找 我在最后告诉你一遍 你沿着海灿公路一直开 看见一辆车 跟一男一女 你就找着了 你不能这么跟他们说 你看那儿 还有那儿 那儿 那不都是一男一女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用吗 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 又是颠勺又是呛锅的 够有范儿的呀 我怎么知道 你这好几百万的车 做个饭还能打不着火 谁会用几百万的车 来做饭呢 那你也没阻止我呀 你跑得比谁都快 我拦得住吗 行了行了 你别生气了 这不救援马上就到了吗 你信他们啊 他们半个小时之前 也是这么说的 看什么看 你还有理啊 你看看 太阳都已经下山了 这荒郊野岭 潜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 你想冻死我呢 还是想饿死我 说呀 你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不说了呀 说话该怎么办 你别走啊 你说啊 你回去吧 你帮忙了 现在没两回事 你忙着急 有没有 你不急 他就跟别人 你不用信 有什么 你不急 那个 你的营养搭配还挺懂 家庭主妇 不 经验多 没想到啊 有时候你人还挺好 还会为楚老师和那些老人 做那么多事 楚老师对我做的更多 楚老师跟我说了 从小你就挺倔的 胆还挺大 敢跟高年级的同学打架 人都打得你流鼻血了 快抱着那玩具不放 那玩具有那么重要吗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抢我东西 那个玩具 是我给自己买的生日底部 那年过生日我妈回来了 自打她跟我爸离婚以后 我都记不清有多久没见她 我以为她是给我过生日的 可后来才知道 她就是回来拿东西 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跟我说 只给我留下了一打钱 我就拿着那一打钱 去了城里最大的商场 只是最贵的玩具说 这个我买了 那个售后员 以为我偷了钱去买的玩具 还报了警 警察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别耽误我做生意 于是我抱着玩具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商场 所以那天你就有那种态度 对你妈 我没妈 也没爸 只有楚老师 大家那天 楚老师把我带回他家 给我煮了碗面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 最好吃的一碗面 那为什么后来 你又不去楚老师家了呢 我不敢去 我太羡慕楚老师的儿子了 有爸爸 有妈妈 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饭 我怕待得太久了 就舍不得离开了 而我那儿爸妈呢 把我扔给一个保母 他们以为给我钱 给我很多钱 我就能像其他小孩一样 健康快乐地成长 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乎我 天底下没有哪个爸妈 是不疼自己的孩子的 他们当时肯定是有他们的苦衷 姜天岚我最讨厌你这一点 自以为是 好为人师 但是有一点是好的 你很爱莫里 你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你妈也没放弃你啊 你用那种她的羞辱她 她还一人在三人三地来看你 现在他们需要我 当时我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 是你们打电话叫救援 是这儿 这地儿太偏了 电话里路多没说清楚 绕死我们了 找都找不到 放在里头 放到这里给她 对 还挺合适的呢 阿姨伸往后面挂 小语真乖呀 东华 你想没有 亮了 亮了哈 动了动了动了 怎么样 还不够啊 舒服舒服 这东西啊真是不错 那轮子得上下动 还会发热呢 是 这是红外线发热装置 能够促进人的血液迅怀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按上十五分钟 睡眠能特别好 而且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也好 明秋啊 你看看还是你的心思 我高兴啊 可舒服了 这小子挺有劲的 谢谢你啊明秋 谢谢什么啊 喜欢 喜欢喜欢 唉 哎 啊 嗯 哎 挺好的 喂 茉莉 妈 我再也不去妈妈家了 再也不去妈妈 怎么了 你跟妈妈吵架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吗 喂 喂 喂 茉莉 喂 爸 妈 我得先回去了 台湾会在走 坐这儿 今儿不是没事吗 墓里有点不舒服 得回去看看 哪儿不舒服啊 严重吗 没 没什么大事 就有点小毛病 不行 小毛病也不能耽误 赶紧回去吧 有事打电话 你要走了吗 走了啊 爸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呢 你说这么大的事 让他参加个会议怎么了 他是不是这家人啊 不就是开会吗 我给你开 说吧 俩人开了 再会 莫莫莉 怎么了 莫莉 怎么了 看见莫莉了吗 莫莉 哎 他是不是生气躲起来了 就这么批大点地方 他能躲哪儿去啊 你先别着急 咱们再找找吧 叔叔 莫莉的书包不见了 啊 书包不见了 他是不是一个人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怎么都没看见啊 不是没看见 咱们不都弄你那按摩仪呢嘛 快快快 打个电话 完了 关机了 我去江天能能看你 哎 我跟你一起去 哎 不用 我自己去吧 哎哎 你快去快回 找到他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啊 莫莉 莫莉 莫莉别跟妈妈闹了啊 宝贝莫莉 哎 哎 哎 电话 哎 哎 喂 展鹏啊 找找买 哎 大丸子啊 那个 那个 莫莉好像没回来 啊 现在我去别这儿找找 好吧 哎 旁边弄不着 哎 哎 小雨啊 听奶奶话啊 妈妈出去找莫莉了 莫莉 莫莉 展鹏 你确定莫莉不在家吗 敲了半天呢 就没人硬 这孩子 你说能跑哪儿去啊 要不咱们在附近 先找找吧 还开车去找吧 嗯 展鹏 张天兰 你怎么来了 你管呢 你又对莫莉怎么了 让她不高兴了 你看见莫莉了 你什么意思啊 她不在你们家吗 不是 是 是刚才在呢 她 后来一转眼不知道 就去哪儿了就 你说什么 莫莉又不见了 莫莉妈妈 你先别着急别激动 咱们先找找 不是你孩子丢了 你不激动 人家也是好 起开 这 你快上去看看 莫莉到底在不在家吧 我就不上去了 我在这儿等你 行 我先上去啊 快来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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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忘了 你过哪儿去了 你把你给她怎么了 我哪儿知道啊 正准备吃饭呢 一分钟都没有 一回头人没了 又是为了那个女的 你又是为了那个女的 是谁 别胡说八道啊 这人跟杜明秋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说那女儿 却我爸在吃顿饭 什么事也没有 你非得来着去干吗呀 给那女的献殷勤 献殷勤 你刚好人啊 人哪 你好什么呀 你好 你好 你都把女儿好回来吗 你要真能吼过来 咱俩一块儿吼 吼过来 我女儿找不着 我吼你 我吵你 你等等 我干嘛 你发什么疯啊 你站住 你干嘛去 不用你管 我找我女儿 你找我女儿 你上车找啊 你干什么呀 开门 来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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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茉莉呢 找到没有 那个 茉莉她妈来了 她们两个人又找去了 阿姨 那个 我先带小语回去了 对对对 好 先回去休息吧 小语啊 走 咱们回家了 我奶奶说再见 奶奶再见 再见啊 小语有时间再来啊 你要干嘛去 我上个厕所实在是憋不住你 都什么时候了你上厕所 喂 张晓东 茉莉去你那儿找过你吗 茉莉 茉莉不见了吗 你别废话了 不然我问你干嘛 为什么不见了 你别问了 她去过你那儿吗 没有 那个姜 喂 活该你找不见 话都不让说完就挂电话 你为什么讨厌那个杜阿姨啊 我不想要厚妈 我不想要厚妈 你爸说了她是厚妈吗 还用说吗 我爸对她那么好 还有奶奶 都特别喜欢杜阿姨 杜阿姨 但以前从来都没对我妈那么好过 他们就不能也对我妈好一点呀 你爸对你妈不好啊 他们一见面就吵架 我总是看见我妈妈偷偷地哭 跟我爸每次看见杜阿姨都在笑 其实我妈要是也有她那么漂亮的衣服 你太漂亮 那还不简单 明天呀 我带莫莉去给你妈 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让你妈穿得漂漂亮亮的 在你爸面前那么一战 说不定你爸你妈 就很好的 真的吗 你是说我爸和我妈还能在一起 莫莫莉 你告诉小爸 如果小爸 能让你爸离开那个杜阿姨 和你妈复婚 你会不会很开心 好 交给小爸 好 拉钩 拉钩上钓 一百年不许变 莫莉 来 尝尝小爸亲手做的披萨香不香 吃点吧 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呀 我不敢 我爸他会说我不懂事 他以前说过 爸爸妈妈离婚了 爸爸可以再给我找一个新妈妈 今天我从奶奶家跑出来 为什么没去找我妈妈 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能听我说这些 是不是怕你妈担心啊 想不想回家 我怕我妈妈会生气 放心 放心 有小爸呢 老大 你也想知道是什么 你很难的 我看了 你快去 你快都吃吗 穆玉琳 您快去 都吃吗 你跑哪儿去了 你要吓死我 说话呀 我们能找地方都找了 就差报警了 你去哪儿了 干吗大呼小叫的 不会对孩子好好说话呀 哪儿都想到了 就把你给拉下了 说 是不是你这臭小子 把我女儿拐跑了 你管我呢 你有共管你女儿吗 你就知道 跟那个女儿的女儿 和杏杜的谈情说爱吧 你 我怎么了 我出去 我不出去 出去 我不出去 必须出去 现在要出去 听什么呀 我不 你出去 我不出去 我跟你说 你现在 我不想让我走 你先去你妈那儿 我不 我不 你个男人 他只是喜欢杜阿姨 我不想让他走 我 我再也不想见他 你去走呀 牛展鹏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 你什么都别说了 走 我走行 你也得走 你也得走 我走不走 你说了不算了 是你自己出去呢 还是我请你走的 你臭小子 你还威胁我了 你敢动我 我动你怎么了 你再动一下 我就动了 你再动一下 我动你怎么了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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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不要再见咋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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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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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要你了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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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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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翔东 你想干吗 你觉得我想干吗 你明知让茉莉离家出走 我给你打电话 你干吗骗我 你觉得我在外面满世界的找女儿 很好玩是吗 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要是不让你们着急 你们是为了把茉莉放在心上 就你们大人有平息是吧 小孩子就没有了 我跟你说我的事 你最好别管 我自己会解决 你能解决得了吗 你要是能解决 就不会有今天了 保佑 保佑 茉莉呀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赶紧回家吧 我奶奶在家里盼着你 茉莉 回来了 战鹏 回来了 茉莉呢 找着没有啊 茉莉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茉莉呀 茉莉呀 别嚎了 找着了 找着怎么不早说 人呢 怎么没带回来啊 跟她妈回家了 跟她 行行行 回去回吧 跟她妈回家 你说茉莉找不着 我这心里着急 我吓得要命 我贴两个红纸 我避嫌 董展鹏 你跟茉莉说 以后别给我玩这 失踪的把戏 我这把老骨头 我实在受不了 你说我这心脏 我行吗 她也得给我 跟她说的机会呀 你什么意思啊 大蓝子 你说 要有一天 茉莉真不认我 该怎么办 不可能 她身上流着你的血 别动想细想的 我累了 我先休息一下了 不对 刘展鹏 江天兰一定给敏秋 气瘦了吧 你又怎么知道 你妈我谁呀 你想啊 茉莉走丢了这么大事 江天兰不闹出点花来 能是她吗 要说敏秋吧 也该冤枉的 你说本来来咱们家 好好的高高清清吃个饭 结果饭没吃成 还受了一肚子气 这招式惹谁了 没事 我觉得 兔敏秋不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 不小心眼儿 那就不是女人了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好好解释解释 我可不想找回孙女 又丢了儿子媳妇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打呀 现在就打呀 别打呀 别打呀 你怕我听见 对 我怕你听见 喂 喂 天兰 莫莉怎么样了 妈 你还没睡呀 睡不着 你走的时候又没说清楚 莫莉到底怎么样了 没事 在留软鹏家离家出走了 什么 人呢 找着没有啊 没事 别着急啊 找着了 你看你 出那么大事 你都不说一声 你说一声 我们大家帮你一块儿找啊 我跟你怎么说啊 要爸问起来 怎么解释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顾起这一刻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没事 小事啊 你不用担心了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吧 折腾了一天了 累坏了 再点睡啊 还点睡啊 儿子 还 liquidity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为什么 今天的事 对不起啊 没事 也是我不好 太疏忽了 咱们谁都别说什么了 只要孩子找到就好 行 那个 你叫我 你先说 算了吧 还是明天上班再说吧 早点休息 也行 那 那明天见 再见 都是上个辈子欠的债啊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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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 你先说 结婚的事 晚上就非常不错 那是 莫莉 莫莉 上学去啊 妈 我们走吧 别一大早的找不痛快 没有 我就跟我闺女说两句话 宝贝 来 妈妈 还追小嘴嘴呢 不生气了 不生气那个 你都生了一晚上去八个小时 十个小孩 十个小孩 好好好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再生气就不漂亮了 这样 莫莉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 接你放学 整个这一天爸爸都听你的好吗 妈 我们走 莫莉 去那个地方等妈妈 骂她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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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别走太远啊 用不着你管 刘展鹏 接你的婚去吧 从此以后 莫莉跟你没什么关系 周末你也不用想着她 你可以抱着你的新欢 领着你的新儿子 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莫莉 不信 江天兰 告诉我 你别跟我玩横的 你别跟我玩横的 你太暴力了 你 坏了 我先讲点了 我先瞎了你叫我 走 怎么了 没事 昨天晚上睡觉出劲了 看你这样子 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你能睡好才怪的 展鹏 你跟我说实话 莫莉是不是反对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 我觉得是小孩的正常心态 总觉得可能是 自己的爸爸会被人抢走 这我可以慢慢跟他沟通 昨天主要是赖我 我要提前跟他说一声 说你跟小语要来 就没事了 他没心理准备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他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的关系 不太好往外面说 没有 绝对没有 咱们俩光明正大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 都怪我 我就不该训他 你训他学校是 至于变成这样 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莫莉一直不接受我跟小语怎么办 不会呢 莫莉嘛 女孩儿 可能心思细点 接受这种事情需要一段时间 但我是心态大了 又操之过急 以后对待孩子 尤其是女孩儿 还得多点耐心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都不要对我隐瞒 莫莉的想法还有态度 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 慢慢地让莫莉接受我跟小语 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 问题是怎么能让莫莉先消了这口气 你是不知道 将天来现在不让我接女儿 我连给莫莉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那更谈不上让她接受才不要 这个您应该理解她 我是做妈妈的我清楚 哪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丢了 都会疯的 就算是她发再大的脾气 也是情无可言的 对对对 脾气可以发 该吵吵 该闹闹都行 但你不能动手啊 是吧 你都刮 怎么了她动手了 没事 乌生 要不然我去找她谈一谈 你找她 就你这样 连我她都敢 就你这样 不是 你不是真要找她吧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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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不会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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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女儿享受过多少父爱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 不管怎么说 我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也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扰你的生活 包括莫莉 我也没有天真的认为我和展鹏在一起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问题一定会有 但是我会很努力地去解决 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和展鹏在一起 莫莉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我一定不会这么着急地让莫莉去接受我 我会试着慢慢地去接近她 了解她 然后再让她了解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觉得有用 我们先不说刘展鹏 就说我跟你 其实你不觉得吗 我们真的很相似 在所有的社会身份之前 首先我们都是妈妈 而且不太幸运的是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 我想你跟我一样 都应该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过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所以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够换位思考 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理解一下我 其实 我跟展鹏在一起 想要组成一个家庭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 更多的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你的孩子 你想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 跟莫莉没关系 其实我们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多了 我知道刘展鹏跟你儿子相处得很好 但是我不希望他因为疼爱你的儿子 伤害我的女儿 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如果你告诉我 你和刘展鹏之间还有可能在一起 有可能复婚的话 我会立刻选择退出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 逼给莫莉一个完整的家庭更重要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我希望你能够真心地祝福我们 我会把莫莉诗如己出 这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想知道我跟刘展鹏会不会复婚 他没告诉过你 我们为什么离婚了 说过一些 好 既然已经分开了 我都不想再评价的 可能在你心里 她是一个特别会关心别人的人 她会送你儿子上学 会带你儿子打球 但是在我跟她离婚之前的这么多年 莫莉从来就没有享受过 爸爸送她上学的滋味 她的爸爸也从来就没有去学校 给她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莫莫莉求过她爸爸很多次 想学打网球 可只有上一次陪你儿子那一次 是刘展鹏第一次带莫莉打网球 虽然莫莉受伤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和你的儿子 让刘展鹏越来越懂得怎么去做一个爸爸 你放心 我和刘展鹏不可能再附和了 我也很谢谢你 愿意为莫莉尝试亲近 尝试了解 用不着 你们俩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莫莉悟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 我跟刘展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将来娶谁 想跟谁在一起生活 甚至再生一个孩子 我都祝福你 但是我绝对不容忍 任何人的出现 伤害莫莉 说吧 不论杜敏秋说些什么了 不说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以为我说 你去 没出什么事吧 你觉得能出什么事啊 我就担心嘛 所以想亲口问一下 放心吧 没什么事 放心吧 没什么事 那那个 姜天兰都 都跟你说些什么了 没什么 你不说我都知道 他能说我什么好 肯定说是 自从我们俩结了婚 有了莫莉 从来没带莫莉去过一次幼儿园 从来没送莫莉去过一次幼儿园 不管莫莉求过我多少次 我都以各种原因推托 没带她去打过一次幼儿园 而且她肯定还说了 她还说了 Recently Iаков 对 这我承认 我承认 爱不是放在心里 自己知道就行了 爱是需要做的 需要你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她 爱护她 你以前对茉莉照顾不够 姜天兰有很大的委屈 作为女人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觉得 你是一个不好的男人 因为在我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我看到了你对茉莉的爱 看到了你对小语的爱 我知道你正在慢慢地学习 如何扳引父亲的角色 是吗 我在表达感情方面 我属于慢热 我不太善于表达 你和姜天兰离婚 离婚的现实 让她把对你过去 所有的不满都在放大 我知道 无论她说还是不说 她都忽略了很多 你们离婚的其他原因 所以你放心 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也不会因此觉得 你跟我咱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从情感上 我非常理解天兰 但是在理智上 我不断同他 我觉得这样人为的各段 你和莫莉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好 会对孩子的成长 会有影响 就你能这么想我真的 我就 我就踏实了 你放心 为了莫莉 为了你 也为了小语 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马上吃饭了 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有点事 有什么事啊 说 我约人吃饭了 晚点回来啊 约的什么人呢 我认识吗 你说你现在怎么还插上岗了呢 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 退了休了 连点自由都没了 我不是关心你吗 谢谢 拜拜